国产最强蚂蚁的巢穴太乱了 今天康康果断整理 这是康康养了一年多的鸡士细蒙蚁 打开盒盖我们看一下 说实话乱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们靠近看一下 这是前几天康康给他们喂的圆炖螳螂 基本上已经吃空了 这是昨天喂的杜比亚 还没有开始吃 这是他们临时搭建的蚁巢 在里边产过卵 即使西蒙蚁是一种非常难养的蚂蚁 基本上一年内都会死光 康康这一窝养了一年多 说实话挺难得 去年我被他们遮过一次 就不敢收拾了 但是现在脏成这样 必须得收拾 康康拿来一个盒子 先把蚂蚁夹出来 放到这个盒子里边 给他们换巢太麻烦了 虽然有别的办法 但是夹出来我感觉是最快的 把盒子放下去 小镊子太慢了 康康换个大等 利用机式西蒙蚁的攻击性 他们会攻击镊子就往上爬 然后顺势把他们带走 下面康康用50倍速展示这个过程 终于把蚂蚁们转移完了 我得仔细再找一下 关于有一只把我咬了 会腾好长时间 好 确定没有 我去把这个蚁巢清洗一下 累死我了 终于清洗干净 下面康康拿来石膏液 进行蚁巢铺底 石膏铺底完成 等它凝固吧 在这期间 康康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自己做的蚂蚁内巢 用一个饭盒进行制作 里边倒上石膏 石膏有坡度 低的地方可以加水 高的地方蚂蚁可以休息 这样就做到了基本的干湿分离 还有这个攀爬的 因为基石西蒙蚁的攀爬能力很弱 康康在上面做了很多纹路 方便它们攀爬 下面康康放入蚂蚁的内巢 再往内巢里边加点水 因为基石西蒙蚁特别喜欢水 然后我们倒入蚂蚁 看看康康做的内巢 到底有没有用 我先把一些杂物加出来 下面康康继续50倍速播放 最终内巢上聚集了一些蚂蚁 但是数量不是很多 不过这个攀爬却是起作用了 蚂蚁们可以顺利进出 康康分析 蚂蚁们不愿意上的原因 一个是核内整体上湿度比较高 它们不在乎在哪安加 另一个原因 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去适应 好 那康康盖好盖子 我们等到明天再来看一下 明天我会展示基石西蒙蚁古石 不要错过哦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